欢迎收看汇市焦点 油价偏远 伦敦旗油曾经创一个星期的低位 市场主要担心新变种病毒扩散 但油组认为对石油需求影响有限 沙特更加警告不会沽空油市 美元接近一个星期的高位 市场预计这个星期联储局议息 会铺路更加加息 日本银行间回购利率已经率先升上去 曾经升到两年的高位 促使央行要介入压低利息 市场忧虑现有的疫苗对新变种病毒的无效 会拖累油市的需求 伦敦旗油曾经跌百分之一 纽约旗油最新是72.82美元 石油输出国组织主要成员沙特阿拉伯 警告投资者切勿沽空石油 说油组和盟友下个月维持增产每日40万桶 他担心受到疫情和环保的压力等影响 全球石油产量去到2030年会因而减少三成 甚至可能会爆发能源危机 油组亦都看好短期的需求 将明年第一季全球石油需求预测调高111万桶 去到每日超过9900万桶 对油价敏感的家园就连电5日 最新去到1.282的水平 加拿大央行明年开始会执行新一个货币政策 五年的框架 维持通胀目标在百分之二 又说有需要会维持利率在较低的水平 更加长时间 以支持就业达到最大程度可延续的水平 今天我们请来嘉宾罗明纳先生 和我们分析一下汇市 Patrick你好 你好 油早之前都明明觉得石油供应会过剩 现在又看好新变种病毒的影响不大 油价再升空间有多少 油价之前升到73个多 其实就是由低位62、63元那些位反弹 其实上面75元的阻力应该都挺大 升幅亦都相对上比较大 有一个调整我觉得合理的 近期来说其实都是围绕着新型变种病毒 究竟对经济影响有多严重 暂时来看虽然世卫有一个警告 但是似乎重症的数字有限 始终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所以油早亦都认为明年的需求 是会进一步增加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自己觉得油价应该在69元美金附近 应该会有一定的支持 除非那个变种病毒对疫情是有一个恶化的情况 否则的话 我自己估计可能在短期在69到75 这些这样的区间做一个操作先 加拿大方面 央行就修订货币政策框架 加入可持续充分就业 需要的时候会维持低息 会不会令到就算春年四月开始加息 加息周期都不会好像原本预期那么进取 就很明显 今次加拿大央行这个做法 就给了他们多一个弹性 因为始终究竟这个通胀是一个长期性 还是短期性 都还有一些争拗的 而去维护这个充分就业 也是一个挺重要的目标来 有一个这样的空间的时候 央行就可以根据情况作一个微调 这个很明显就是说希望支持经济 令到那个因为那个通胀的目标达到而去加息 不会说绑得太死 我自己相信对加元来说 短期会有一定的压力 但是始终当地的基本面 或者油价这些都是影响的因素 上面留意着 在1.28半和1.29半这两个美金的阻力 都要留意一下 市场都继续观望着 这个星期联储局议息结果 未会连升两日 现在最新在96.409的水平 一连两日的联储局议息会议 星期二正式开始了 波金士丹利行政总裁高雯就认为 联储局应该要更加加息 为未来经济转弱的时候 可以重新放宽货币政策去做准备 强调加息十次才会回到正常水平 货币政策不算太紧或者太松 美国可能加快收水 不少地方的利息已经率先升上去 例如日本央行要连续两日出手 压低银行间回购利率 不过日元早段变动不算太大 美元对日元是113.635的水平 日本市场流动性下降 推升回购利率升到两年高位 日本银行星期一在公告同时 回购了两万亿日元的政府债券 并且在星期二再卖给市场 是2006年以来第一次 重新央行不会容忍 短期利率升到零以上 不过仍未能压制回购利率的升势 星期三将易回购加码去到七万亿日元 再在星期四卖出 又问一下Patrick 虽然市场越来越觉得联储局 这个星期会宣布加快缩减卖债 不过变种病毒仍然在酝酿 会否影响令联储局不可以太阴 限制美元升势 美元近期来说在96附近责幅上落 在95半我只认为是一个比较大的支持位 联储局的加快收税 我觉得无可避免 可能将每个月减少买债的金额 进一步提高 但你说真的要加息 我自己相信联储局可能会忍耐多一点 正如你田所说 变种病毒对经济的影响 可能都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所以整体来说 美元应该还是向上的机会比较大 但低位吸纳比较适合 升幅未必会太急 日本央行都要介入去压止回购利率急升 会不会失眠都反映美国息口吹升的影响 要提防息口升 对市场的影响 例如是引发避险情绪推高日元 如果美元的息口上升 首当其中的可能就是一些新兴市场 或者美元债务比较高的国家 当然如果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危机 确实是会令到日元受到追捧 但暂时来说 始终如果单体的货币政策 日本那方面相对是大落后的 下面来说112个美元 应该是一个多大的支持位 上面就看看能不能够尽快突破到114 上得回114楼上 应该就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除了联储局之外 今个星期还有英伦银行和欧洲央行去仪式 英镑和欧元都连跌第二天 其中英镑组段在1.32边缘增持 距离一年的低位不远 最新是1.3199的水平 虽然英国新变种病毒迅速扩散 出现最少一宗的死亡病例 但英联银行长辈利认为 市场过去几个月已经有不少调整 相信新变种病毒 不会成为金融市场的重大受压事件 但补充仍然会有很多疫情相关的消息 需要密切注视事态发展 暂时无意改变对银行派发股息的政策 不过就提醒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 银行业仍然需要暂时各自排息 至于欧元也偏弱 昨天跌穿过1.13之后 今天还未上得回这个关口 暂时是1.128亿的水平 请教一下Patrick 英联银行说不担心新变种病毒 会令市场受压 你看是否都预视这个星期 加不加倒息都是五五波呢 你说是否真的不担心呢 始终这个变种病毒 很多事情是猜不到的 如果你说单体通胀 英国确实是应该是很大条件去加息 但你考虑到变种病毒的时候 就真的要看央行那一下的取态是怎样 你退迟看多一个月 可能会安全一些 所以我自己觉得 今个星期不加息的机会 应该会稍稍高一些 所以近期的英镑都相对上是比较受压 至于欧洲央行今个星期都会异息 就算春年3月结束PEPP 是否取态都很难宽松 暂时来说应该是 始终无论在基本面 或者是欧洲疫情的情况 似乎货币政策都没有那么快 是会收得很紧 但是留意着 欧洲央行始终是 开始多了一些声音 认为那个通胀要去尽快应对 所以可能会在市场上 久不久就会有一些比较强硬的言论出来 这个会令到欧罗有一定的反复 我始终觉得上回1.14之前 欧罗应该还是向下机会大的 有机会再试一些1.11这些位置 如果欧元和英镑的话 如何复处好 如果这两个我仍然觉得欧元会稍为淡一点 英镑虽然今个星期央行不加息 我自己觉得市场都消化了七七八八 而下面在1.31这个位置 我自己觉得支持力度应该都有 因为从货币政策和基本面来说 英镑应该可以秤高一点 今天麻烦了Patrick这么详细的分析 我们再看看最新的金融行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到这里 多谢收看 欢迎收看移动最极 这一节移动最极 和大家看看日音集团 股价今早高开4% 开在1.43元的位置 然后就越升越有 暂时最多升过2.2元 高位是1.68元的位置 同时也是一个月的高位 都上半条10天线的位置 最新就升到1.62元 升2.57元 至于成交方面 截至到11.3元 大概有7千多万 消息方面都看一看 他们都公布了 截至今年9月底子 第三季的汽车融资交易总数 大概有14万宗 按年都增长大概2.7元左右 至于二手乘用车的融资交易 都有6.9万宗 都挨近7万宗 按年都升到超过5成2 挨近5成2的位置 看后市场的业务 是去年下半年开始推出的 推出以来 他们就说稳保健康增长 第三季的表现就见到有6万多宗 按年都升到大概9% 同时出了数据之后 都有个消息 就是一共售出了合共523万股的奖励股份 嘉宾方面我们今集有Jason在 Jason 你好 Cashina 你好 Jason 刚刚跟大家说了 他们公布了的数据 怎么看今次的表现 是不是今天升的原因 那个汽车融资交易总数 基本上在今年由第一季开始 都维持一个很高的增长 单看上半年的业绩 都见到汽车融资交易的数目 按年都升到8成8的 所以你说今次按年增长有5成多 今次应该只有2成多 又不是一个很高的水平 自己买按贵来说都是有个房门 但是都有个事实是可以反映到 就是说现时内地人买车 虽然第三季就看到量是倒下了 但是在融资的需求上面反而是高了 特别对于二手车方面 因为现在内地有很多政策 都是鼓励一些人去买车的时候 就不一定买新车 都鼓励可能是换二手车为主 所以有些税务等等的优惠下 就令到二手车的交易 反而是增加得更加 所以变相见到现时的量点 就放在那个汽车 二手车融资的交易上面 还有都见到公司在应该几个月之前 就和一间都比较大的国银租资 就做了一个联营 接下来都会共同有个合作 就发展这个汽车金融的交易 或者一些汽车融资租资方面的服务 我都相信这个业务对于公司来说 接下来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 但是实际上它能不能够只靠一些汽车融资 去赚很多钱呢 看回上半年的业绩 就似乎表现就是差一点的 讲开上半年业绩 也都立刻和大家看看 见到过往的业绩表现是怎样呢 去年来说 整年来说要洩超过11亿人民币 又迎转规 2019年都有钱赚的 都赚到3000多万 刚才Jason说到的上半年的情况 上半年来说都要洩1.3亿左右 1.3亿人民币 大亏算都收窄到超过8成7 仍然额方面都要跌 债近1成3 做在14亿左右的位置 讲开这个情况 Jason看到朝景看 第三季数字的表现 看回今年全年 是不是很难都去靠二手车的情况 即各个国策的支持 会不会再推高二手车方面的表现 年金面来说 有没有机会可以赚钱呢 其实如果你看上半年的业绩 它有两个业务的表现 就是截然不同的 譬如刚刚提到 关于交易平台的部分 即是帮一些车主 和一些经销商 去促成交易 促成一些贷款 这部分业务的增长是做得不错的 但是反而去到自营融资业务那边 就看到无论是融资租赁 或者其他自营服务 表现都一样 整体来说 这部分的收入 上半年半年都跌成四成多 所以因为自营那边做得不好的关系 所以即使你刚刚公布的数字有多厉害 但是都在业务上 未必完全是反应得到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 不能单靠今次公布 这个第三季融资的数据 就确认整个业务 是做了一个turn around 你问我去到全年 是不是这么容易可以break even 可以有回規转型呢 我觉得也是会有个难度在那裡 始终的风险来说 是不是都高一点呢 公司的业务来说 是的 因为它本身做自营融资业务 它要面对一些的风险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现在的经济差了 有部分人可能之前借了钱去买车的 基本上如果是未来可能当失业 或者有些什么经济问题 分分钟可能是找不到数的 所以公司都要面对一个 所谓贷款减值那些的压力 所以你说它那么大部分的业务 都是靠融资租赁或者做自营的部分 其实面对这个减值的风险 那个程度相对是高一点的 不过看到公司的后台好像很强劲那样 看到公司主要的股东 有腾讯 京东这些都有份是他们的股东来的 会不会说有个协同效应 未来的风险大家都不用那么担心 都会推高未来的表现呢 就未必那么简单 因为其实由逆音上市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股东是这几个 腾讯一直以来都去股东 但是你看到它的股价表现 由它上市到到現时为止 它是由10元跌到它只剩下一个多 就是反映了就算是腾讯去股东也好 不等于说那间公司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都看到最近来说 腾讯都做了一个减持 就是将逆音的股权方面的持有的占比 就是减低了 所以都可能反映了 腾讯对于逆音的那个支持 或者看法 就没有之前来说是那么乐观的 所以我觉得不能单单看它本身有什么股东背景 就去到反映这个业务是做得很不好的 嗯 见到逆音方面 成交都不是那么活跃的 未来有没有机会可以去之前那些位置呢 看是什么位置 如果你说11月份 都曾经有一天有一些消息 令到股价是说1.4 弹到它都接近1.8.9 但是都是痰花一然 见到弹了一天之后 那么第二天的股价都回回大部分 那接着下来的股价就继续是破底地走的 那所以你说短线就算是有机会弹多一点都好 但是我预期那个幅度 不会说真的很大 可能都是试回去 之前过8 过9 这些位置 那已经是有点阻力了 那如果真的没有货的朋友 有没有应该现在这个时候追呢 没有货 没有货就不建议追着了 因为我对这个股份的看法还是一般的 都一般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选择一些传统的金融股 是不是会好过选择这一支極欣呢 那其实业务上面都有些分别的 你传统金融股始终的贷款客户 或者你做那个整体的贷款方面的范畴都不同 所以又不能够直接比较 反而如果你问过真的看好车股 就直接是买一些 譬如4S的股份也好 再不然就等这一段新能源车股那些 是汇回一阵的 到时候可以选择 如果我自己看好 汽车市场来复苏的话 那我首先就不会选择这支译音 好 看到译音方面 最新升幅超过1乘3 做在1.5的坐近的位置 一节都谢谢Jason同志的分析 节目时间足够 多谢收看 一节财经消息 典讯营科主席李宅佳 旗下的保险公司傅慧集团 据报计划在香港上市 路透和彭博都引出消息说 傅慧举行上市之前的融资 集资超过14亿美元 相当于超过109亿港元 用在扩张业务和还债 投资者包括加拿大退休基金 现有股东瑞士再保险等 公司估值大概90亿美元 是内涵价值的1.2至1.3倍 据报傅慧计划最快明年在香港上市 集资最多20亿美元 相当于151港元 亚洲开发银行调低中国等 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测 亚开行将亚洲发展中市场 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分别调低0.1个百分点 去到7%至5.3% 7%至5.3%主要由于快速传播的新变种病毒 令到疫情要更长的时间才可以结束 前景有风险和更加不明朗 当中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分别调低0.1和0.2个百分点 其中明年估计只是增长5.3% 主要由于疫情反复 原材料成本急升 製造业放缓和内房的债务 都令到经济动力减弱 柴京知识看到这里 多谢收看 回到节目时间了 身边嘉宾有Steven Steven 你好 你好 我们再跟进市况是如何 港股今早低开260点 跌穿10天线水平 试过跌幅转定 上回到23,800点位置 没期后 因为内地股市 尤其是上证那些 今早上也是偏远一点 恒指来说 一度跌幅到300点过外 暂时低位早段到23,636点 现在来说 跌幅到288点 做23,667点位置 分对指数普遍向下 金融跌幅到400点过外 公用就进涨到216点 总成交到11点多钟 都去到591点多 看北水的动向是如何 过去见到 连续14个交易日 都有剩流入 暂时来说 流入的速度 好像有少少减慢 现在北水方面 流入就去到接近9亿水平 内地股市有些回吐 事关市场都有些担心 就是疫情方面 据报内地首现新变种病毒 Omicron 另外英国都有 头一单死亡病例 人行动向 连续10日 都进行100亿人民币 规模逆培购 单日没有在市场投放 或者收回资金 同样监管上 中正监说到 要加快完善境外上市监管制度 严格监管敏感行业兵架 板块上 今天有哪些向上 白酒拉升 疫苗、烟草都是向好 反过去 气车 连同煤炭都走低 内地股市去到三大指数 中午的情况又是如何 创业板上硬朗 早段来说 都是3500点附近 回回 以半日来说 都守得住关口位 轻轻进涨去到3点左右 3500点水平 上证综合指数回吐 跌幅去到0.3% 跌了11点 做3669点位置 后续响要请教Steven 我刚才也有点说到 市场的信心 好像是比较薄弱 昨天已经是先高后低 分别是大家观望意识 第二是商劏 因为上市计划 退了太 然后令到尾市已经预备了 今天也是接着势 持续跌的形态 恒指方面 你会如何判断 有没有去到哪些位置 都值得去扭一扭 很同意Iris 刚才对大市的描述 其实本来昨天 大家都对市场是有点厚望的 起码都高开 也都一度挑战20天平均线 大概24,400点阻力位 但很可惜瞬间即逝 然后回头 中午的时候 受到相当延迟上市的消息影响 变了高开低收 无以为计 加上昨晚美国股市 显著出现回吐 特别是纳指的跌幅 比起标指和道指 纳指的跌幅都比较大 另外一件事 今早市场上出现了一些 对于新浪的 微博 这个微博的罚款 监管的消息 变了也可以说 加深了科网股的忧虑 几件事夹集在一起 我们最近在节目上 常常提到的 就是大市对利好消息 反应很短暂 就算是上个星期初降准 反应了两天多些 然后周末时候 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几项总结 昨天早上市场的反应 也算是细微细小 可惜最后都是无以为计 对利淡消息反应那么大 的而且确是令人较为忧心 叫做还好的一件事 就是成交不算大 即是沽压 幅度是有 但是沽压就不是很沉重 我暂时觉得 就无可否认 市街月幅度会移低了 较早之前 第二只脚的低位 23,300多 至到昨天的高位 24,380 应该大概这1000点的幅度 来波动 至于跌穿23,000 我觉得暂时来说 机会是低一点 除非中美关系有再进一步 或者疫情是有再进一步 惡劣的消息 如果不是 我相信都是围绕着 23,300 至到上面 24,300 接近24,400 1,100 至1,200 幅度 就捱了今年 像你所说 昨天我们挑战20天线 不成 然后打到退 今天更加压穿10天线 比较弱底 但你说是否还可以 向下探呢 应该23,300 都消化了大部分人 大致上是23,300 至到上面是24,300 近日高位置 这些高位置 这一千至一千多点的波幅度 最新来说 恒指跌至312点 都是埃近日中低位附近 最新做23,643点 跌至1.3% 口头补充 科技指数高价价大 暂时跌幅到2% 究竟針对微博监管消息 对于我们 是否忧虑新经济监管 会要想深多一层 和大家跟进一半 因为今天微博 这种算是香港的本身股 继续创在香港上市之后的新低 至于内地方面 国家网信板 依法约谈了 处罚新浪的微博 什么事呢 他说他屡次出现了法律 法规禁止发布 或者是传输的一些讯息 情节形容是严重 责令他立即要整改 要严肃处理相关的责任隐 今次这一笔罚款了300万 但原来他年头至11月合计 年初算是至今 他已经是44次处罚他 所以是严肃处理相关的 年头至今 那些罚单 总共去到1430万的水平 其实他这次的延迟 算不算有点辣呢 如何判断整个科技股大环境 Iris說得非常貼切 老實說罰款的數字 對於新浪微博來說很少意思 但是前前後後約談和加以處罰都四十幾次 所以這次就正所謂處罰的判詞 內容都相當之強硬 以及已經帶有警告性 因為他說全書都不行 不單止他自己發佈 沒錯 帶有警告性 所以很明顯對於未來微博業務的進程 的確會造成一個相當大的困擾 另外一件事 微博剛剛回來香港上市 定價非常好意頭 272.8 但是這個定價已經比在美國上市 定價之前最後幾月交易日的平均價高了一成 可以說是相當之進取 用一個非常之進取的高價錢來香港上市 上市之後股價表現大家都有目共睹 就是等一成多兩成 是啊 今天這個消息 問心講到現在來說大概跌了9% 已經算是跌得少了 我覺得兩樣因素夾雜著一起的話 我就覺得他今早應該起碼都去210幾個頭 或者可能在省後時間 在這個星期余下下來的時間 他仍然都遇到有進一步的沽壓 因為有些上市之後的蟹貨 可能是在過去那兩天都捱著 但是今天這麼顯著的裂口下跌 這麼大的跌幅 我也都覺得如果有貨的投資者 應該要盡快離場 哪怕你說等一等反彈 希望單單去接近228、230的水平 是趁反彈離場 輸少一些 還是定一個止蝕位 因為現在他已經一直在沉身低 是啊 所以我覺得如果萬一 譬如說跌穿這個219 最後一個價219跌穿的話 我覺得要盡快離場好些 有貨可能要先走定 你覺得其實都未能反應 算是輕手 現在來說最新跌至接近9% 微博每天都破底 不過就眨眼看 騰訊或者阿里巴巴 今天的殺傷力不是很大 不過現在來說最新跌幅到1% 整版都見紅 Bilibili、快手那些 最新跌至4至7% 看完微博和新經濟股 我們看到一個板塊 就是AH兩邊都是走低的 就是一些汽車、整車的股份 那些汽車的車廂 整版來說 福田、廣汽等等 跌幅起碼有2% 最多是頭一隻 跌至8% H股都是齊齊落 有少少攤不著 長汽、比亞迪、東風和9868 齊齊都見了一個月的低位 整版來說跌了去到2至4% 繼續都是好像日趨有些情緒 他投資情緒有些低迷 但是你說是否沒有好的政策 我們一會兒會更細講 其實我們還是很鼓勵一些 新能源車的消費 怎樣判斷他們呢 短線來說 汽車這個板塊 新能源汽車也好 或者傳統汽車也好 短線的確會繼續面對 一個獲利回套的壓力 我強調的是短線 還有這個估額是屬於獲利回套的一隻 短線過後 看回稍微軟一點的中線 我仍然對於這個汽車股的板塊 是較為樂觀的 第一樣在新能源汽車上 始終都有各賊扶持 第二樣在傳統的汽車上 亦都是配合國家的刺激內需消費 以及這個農村經濟 或者是經濟擴展到這個三四線周邊的城市的概念 傳統的汽車 特別是一些輕型的 或者是經濟型的汽車 仍然還有一個市場在 所以短暫的調整這個是合理的 因為可能早幾天的市場反彈的時候 大家沒有什麼留意 其實中氣協法部的銷售數字 明顯是跌了一成有多 其實都是講短期的調整 未至於看得太淡 為什麼鼓勵消費呢 因為深圳市最新立放寬了 新能源小汽車增量指標的個人申請條件 其實包括不止當地 華僑的醫療保險 居住時間原本要你多長等等要求都放鬆了 即是開始實施了 到了明年年底的結束 另外兩個部門包括發改委 亦出了 policy 說要加快新能源車的推廣應用 加快換電站等等配套設施的建設 不過暫時比壓迪等等 亦去到一個月低位 東風跌幅都去到接近3% 好 我們先說到這裏 再討論 好 我們先說了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你好 阿里斯 再跟进 最新情况是如何 腾讯来说 继续跌幅1.2% 阿里巴巴同样跌幅1%过外 盈富基金跟着市走 暂时跌1.3% 美团跌幅1.4% 比亚迪近期低位 暂时跌3%过外 6-10位 私营金的小米跌至3% 华宝跟着A股那边烟草的概念股都向上 暂时从一个月低位反弹到3.5% 中移动靠稳 轻轻升5仙 碧桂圆服务跌幅到8.6% 京东方面最新跌1.7% 还有大家关心的蓝筹股 汇丰控股最新跌1.6% 公用股当中的煤气向下 现在来说轻轻跌2仙 继续和Steven跟进一下焦点股份 上一节也说到疫情 因为内地方面有头一宗巨报 就是Omicron的个案 如何影响股份呢? 当中我们要看下薄彩类的股份 银鱼包括澳博也见了一个月低位 暂时跌幅3%过来 永利澳门和美高煤中国那些 都见了超过52周的新低 美高煤现在跌幅比较大7% 永利澳门更加股压大 暂时跌到8% 一些评级机构 这个时候都要关注一下信贷评级 因为惠誉将金沙中国 以及美高煤中国的母公司 拉斯维加斯金沙和美高煤国际酒店 以及澳门的澳博 纳入负面观察名单 他说新冠疫情下 内地旅客何时回复都存着变数 澳门的监管不确定性 认为若果赌气未能获得新的赌牌 甚至是条款过于严苛 都会不利于赌气的信贷评级 现在也有点害怕 新变种病毒会否影响通关的进展 刚才评级机构的理据有没有存在忧虑 有的Iris 可以说四个字形容 目前澳门的博彩业 就是这个远类近优 近优正如刚才所报道的 就是说国内疑似 是出现第一宗Omicron的疫情 这个Omicron的疫情的新闻 对于普遍各个市场 一有这个消息出现的时候 那个反应都是比较经方一些 经律一些 那个远类就是 其实都不算是很远类 就是说这个赌牌 逐牌的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 当然对于银鱼奥博那些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特别是美高煤 这一类美资的 在那个逐牌的进程上面 我相信都会有一些波难 会有一些波折的 所以远类和近优加上来 因为今天很明显看到 例如永利 美高煤 那些比较上是说 外资的博彩公司的股价表现 跌幅零零碎碎 是比起銀魚、奧博那些顯著 這個沒有辦法了 因為始終這個行業 都有些少在對Omicron的反應上 跟這個航空業都有幾相似的地方 當疫情的消息一出現 或者說惡化的話 這兩個板塊肯定就會承受一個較為大的衝擊 暫時來說我覺得對於這個博彩業 都是要先觀察 至於本業的發展 較早之前監管的條例 對於中介人的角色或者業務 亦都進一步收緊 這個毫無疑問對於貴賓廳的業務的發展 和將來的貢獻 即是營收貢獻 肯定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打擊在這裏 其實如果是目前來說 兩方面的因素 近我們有疫情 遠一點還要看著賭牌的因素 甚至是再前期一些 還有貴賓廳 中介人的事件 如果是大行上的看法 可否說它有些分歧 譬如說滙豐研究所擔心 因為浙江那邊爆發疫情 會影響澳門博彩的需求 他說引述一些渠道數字 過去一個星期的賭收 按星期跌近一成二 當中貴賓廳 按月跌幅最多到四成 但中場升了一成半左右 估計整個月的賭收 有望按月升最多到9% 但關注了 就是因為上星期 浙江那邊的疫情 會影響到訪澳旅遊的需求 但大和就認為 一些數據顯示 貴賓廳倒閉是沒有影響澳門博彩的收入 他說一些基本因素已經改善 貴賓廳沒有蔓延至高端中場 短期投資氣氛是繼續負面 還有他覺得就是催化 第一就是與內地通關 三地的旅遊氣泡與港澳方面 還有內地有機會推廣訪澳旅遊 覺得賭業股是超賣 建議大家收集貴賓廳比較少的股份 看好銀魚和金沙 不過Steven 剛才聽你的看法 好像是比較淡一點 剛才說是否要避開美高煤那些呢 反過來看 銀魚那一集是否還有一個直播的空間 剛剛聽Iris報道大和和匯豐的報告 我都覺得大和似乎都看得多樂觀 或者可以說憧憬如一旦出現通關 賭業會有一個可以說報復性的消費收入 這方面我就是有少少保留的 相反匯豐的估計 估計的倒收 其實另外一間大行花旗 這兩天都是有個報告出過 普遍估計的倒收 即是12月份的預測倒收 介乎的範圍都是70至74億75億這樣 應該雖不重不懸疑 但問題是說在疫情下所影響的政策 剛才說監管收緊 中介人業務的監管收緊 我們不再重複了 但是就算是說通關 我覺得在通關放行的名額的額度上 對於消費博彩 我覺得優先次序應該會放得較為厚一點 起碼第一部份當然是商務 還有家庭有緊急事故 例如要經過通關回去覆診 就醫那些會有優先的次序 所以我覺得是說對於通關所給予的分數 比得這麼高、這麼樂觀 這方面我有一點保留 事實上如果目前來講 歐位的、想低撓的 我覺得暫時來講都是一隻銀魚 或者四個多人錢的時候 再考慮奧博都可以 但是目前來講 這兩天的事況出現調整 我覺得都是繼續觀望 留意價位變化才好些 其實看多一會也好些 我們是時候都解答一下家庭觀眾而言 有溫小姐的電話 溫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昨天問那隻 東角109 我是16元3號買的 一跌到這樣就養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要幫幫溫小姐 今天再創是超過一個月低位 是啊 這隻股票呢 坦白說 較早之前 即是六月初開始的熱潮 就過了 現在來講 繼續消化 是說六月由大約四個多五元起步 一路炒到上去二十七個多 配股之後 一路消化這一陣的升幅和獲利貨 有一個不好 就簡單說 你看營業局上 他最近這一個多星期 都繼續在沉底 是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的資金是比較緊缺的話 或者風險承受能力是比較緊張 跌穿11元的話 我建議你先止蝕離場 現在來講 他就在挑戰一些平均線的支持位 但是我擔心這些平均線的支持位 未必是說能夠足以給他很大的支持力 因為畢竟新低之後又再沉新低 就是近這兩個月來的新低位 看到的股票仍然有幾大的股額 是嗎 最新來講跌幅都去到埃近五個百分比 你看著11元的大碗位 我們還有大概一分鐘的時間 輕輕跟進這個新股 由順豐分拆的第三方即時配送平台 順豐同誠今天掛牌 暫時來講都是潛水 因為招股價16.42元 現在比招股價都低 去到埃近一成 是否算是預期之內 可以說算是預期之內 畢竟普遍來講 新股近這兩三個星期 就算是游泳音樂那些開始看電影 以至到上星期五三個新股上市之後 表現都是非常一般般 順豐同誠 雖然有順豐的品牌 但出現這樣的跌幅都是很合理的 暫時我覺得仍然需要時間去整顧一下 簡單跟進行恆子中五的收視表現 跌幅去到301點 23,653點 今日日中低位23,631點 就是埃近低段去收 總成交634億多 謝謝Steven和我們分析 我們再一會 謝謝大家 好 歡迎收看早市戰報 馬上總結一下港股 今天上半天的走勢是怎樣 其實都是比較偏遠的格局 主要是擔心變種病毒會擴散 恆子先要跟隨外圍 今早早低開260點之後 曾經要跌幅大到317點 去到23,600這個水平 看到的確是有些承接 半天來說都是要跌到超過300點 跌幅兩為收窄了些 跌301點 跌了23,653點 我們分行指數 繼續看到地產指數是有份拖著大肆的緣空之一 因為內房股今天都股得厲害 其次還有是澳門博彩股 今天的股額都挺大的 暫時 特工用指數是叫做逆市可以向好 總成交方面是有634億多 跟進期指表現 12月份跌360點 1月份是跌362點 總成交51,000多張 看完換約港股中午收市又是怎樣 全版都是見紅色的 騰訊、馬里齊齊都要跌超過1% 盈富基金跟大市跌1% 美團跌3元 245元 另外比亞迪跌10個 以阿波278元 看完六至十位的情況又是怎樣 有些性倒 例如華保國際 升幅3% 小米都捱固 跌穿了19元的水平 跌3% 另外迫伏 見到股額都挺深 其實內房、物館股 整版都齊齊一齊 估了下去 見到半日跌8.6% 48.05元 另外京東集團也要跌1.7% 再數其他主要籃籌股 兩隻金融股 匯控和友邦 都齊齊要跌超過1% 見到美國10年前國債知識率 都是回落到1.4% 這個水平 不過中移動 叫逆市下 可以叫靠穩格局 事關他回A 獲得內地監管機有批准 其實今天上半日 都叫曾經升過 挨近百分之二 但來到中午都縮了 升得一毫子 另外講交所 偏遠跌6元 煤氣方面沒有起跌 這個時候 立即要請教嘉賓 有Alan李澤美 在旁邊 Alan你好 Hello Francis 想問你大使方面 見到好像來到年底 勢頭都沒有很明顯地改善到 特別是早前都說 新的變種病毒好像沒有那麼害怕 但當有些相關消息一出 見到外圍就立即震到我們港股 都似乎是否真的沒有運閒呢 有很少影響 但就看回歐美股市 其實都在高位 因為你看回道道之後 很多位在標普 其實標普之前的確創了新高 這次對於變種病毒 有少許憂慮 因為Omicron 就在英國第一個 有confirmed death case 但你說是否整個趨勢會改變 又未必的 可能就有個藉口去調整一下 但回到港股這邊 似乎有多少少的利淡因素 因為市場其實昨天就已經 開始出現調整 調整的原因可能已經 之前我想內地政策那方面的利好的因素 包括中央建設局會議 和中央經濟工作小組會議 其實所提到的利好的因素 關於基建或者新能源的利好的因素 都已經反映了 同一時間大家就開始關注一些利淡的消息 例如中央經濟工作小組會議 也重新提到這個房住不炒 以及關於反壟斷的立法 未來會再一步更加完善 所以這兩個因素 你價錢下去就發覺互聯網巨頭 以及可能房地產板塊 可能都會有一輪的調整 再加上我們恒指裏面的一些 博彩相關的股份 其實都會受到最近的利淡消息所左右 所以我們的調整幅度 有機會比歐美股市稍為大一點 但今次始終整體的市況 就沒有之前那麼恐慌 所以我相信去到235,000上下 就應該會有一個明顯支持 短期裏面再穿之前的底 即是23,100 這個機會就不是那麼大 明白 你覺得23,500這個位 是否也是來近一個比較重要的支持位 看失這個位 我想差不多 一來就是重要的支持位 二來就是之前 薄反彈未入場的投資者 或者在高位獲利的投資者 可能就會選擇在這個位置 逐步加回倉 那麼加倉的對象 可能就跟之前所謂的利淡因素相關到 不是那麼大的那些 例如加倉一些公用股 或者金融股 甚至是一些具有大隻少少 或者是財務健全少少的內房股 例如國企背景那兩隻 就是華洋和中海岸 這些可能就在調整裏面 那麽投資者 願意中線少少加倉的一些選擇 嗯 好的 那看到半日都跌300點 我們看到市況一般 其實總有一些股票都是升的 那一齊幫大家尋一下報 看看半日當初板塊 就是剛才看見收費 workouts 加倉 加倉一般 竹姐說下一架 其實2688新路能源升幅有百分之一過外 另外看到半天是第三號表現的藍籌 也算是做得不錯 另外華潤能源 華潤燃氣 其實看到近期股價一直慢慢爬上去 計一計都連續升了六天 最後想跟大家說一下1083 1083即是版面上第二隻廣話燃氣 升幅又超過百分之1.4 留意著 它今天股價是破了頂 高位上季6.49 即是相差幾個先 就是今天的最高位 Alan 先問一下你 這一版其實見到 坦白說就沒有很具體消息 逆史下都撐得住 你覺得是什麼原因呢 逆史下撐得住 因為近期這些負面因素 其實和燃氣股就沒有太大關係 因為燃氣股大家當作是一個公用股的選擇 反而有少許避險的作用 之前困擾燃氣股的消息就兩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之前 關於燃氣爆炸意外可能比較多 第二就是和上游的天然價格其實高期是有少許關係 但是近期見到上游天然氣的格格其實都出現了很大的回落 所以可能舒緩了部分燃氣股的成本的壓力 下游的銷售其實都是穩定的 大家亦都看好了 燃氣的滲透率 未來的增長應該是一個穩定 而且都算是一個高速增長的狀態 再加上大部分的燃氣股其實相對都是便宜的 因為除了新的因為剛入行指 所以之前的走勢特別好 稍為貴一點之外 其實華潤燃氣 甚至中國燃氣 其實有個股值相對 也相對利落港是較便宜的 至於港華燃氣 暫時大家都不太當燃氣股這樣炒 因為港華燃氣之前有一個資產注入 即3號煤氣 將它旗下的關於新能源 或者環保的一些項目 其實都注入了去港華燃氣身上 同一時間亦都提出了幾大的一個紅圖計劃 未來可能港華燃氣就會轉型做新能源 尤其是下游的一些發電營運商 以及其他環保或者節能的一些解決方案的提供商 所以在這個背景下 港華燃氣本身的股值 有一個比較大的上調的空間存在 當然你說短期它升了這麼多 會不會有機會休息一休息 的確會有機會 因為之前可能都是6、7倍PE 現在一下升到11、12倍PE 我想短期休息一休息 是有機會的 我相信如果要再入場的話 可能就等它下6元以下或者附近 才再考慮都未遲 其實見到港華燃氣 見到股價都升得厲害 有10月的時候 低位一直這樣爬上來 其實你剛才都提到 德國價可能升得有些多 不過如果以最近我們都參考一些行的目標 好像中人國際 近期它是繼續賣入評級的 目標價都升了 升到7.25元 你就說建議大概6元的水平買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水位都算不算吸引得 真的可以去部署下這樣呢 其實我相信市場其實是看好這一款 因為本身的主要業務其實提供幾好的現金流 因為它在內地做這個營氣分銷 其實現金流是相當之不錯的 一個充足的現金流同一時間 就轉型去一個國產絕對配合的一個領域 例如新能源 節能 環保 這一類的領域 又有國產扶持 本身又有一定的現金和經濟實力的話 所以大家都看好其實它未來的發展策略 還有這個增長的預期 所以中長線當然會有一個挺好的升幅 你說7.5元 八元 我相信這個都不是太難的 只是短線可能它升太多 會有一個獲利回套的壓力 所以如果是暫時沒有貨 即是想再上車的話 可能就考慮讓它回得低一點點 才進入到未遲 好 其實補充一句 就是看回它的股價由年初至今 都其實累積了八成那麼多 高位都是上過去六個四十多的樓上 Alan 都覺得中長線來說都可以想一下 不過都要擔心 有些人就會有一個獲利回套這個情況 大家都看好股價 好 帶有四十秒時間簡單純粹純納一下 4S股 即是那些汽車經銷股 今日都見到表現個別發展 不過就是留意到這隻美東汽車 今天最多其實是升過一成二 逼近一百天線 順便報消息給大家知道 就是它收購了內地保時捷的 經銷商追星汽車 現金代價是三十七億人民幣 好 跟大家報價後 原來節目時間也差不多了 Alan想問一下你剛才說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呢 是 都沒有持有的 好 謝謝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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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逍